游史里乡长青歌唱协会承办的失智服务据点 在理事长以及总干事的带领下 长辈们学习踊跃 都很开心地表示活动不但很多元 又非常的有趣味性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失智据点 失智据点里面还有安排很多的课程 我们还要学习第三种语言 第三种语言还有工艺编织 这些动作都是最主要就是要做那边 那个缘缓他们的失能 达到说我们的失智据点的最大功能 因为它的那个可以让我们动动脑 而且动动手 而且还可以有一些想象空间 这个怎么编啊什么 就是而且又实用啦 理事长也表示 这次的手作编织替代 不但可以动动脑 刺激活化之力 环保又实用 自己创作的作品 又能够与亲朋好友来分享 我们是在做手工艺的编织啦 手工艺的编织最主要的就是要让他们自己动手 动手就会动脑 就会缘缓他们的失智 做一些缘缓失能的功能这样 这个编织的手法跟构图的问题 真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平均啊 所以说有些人要做两堂课 有些人要三堂课 那就会 每一个人的智能会参差不起嘛 所以就会导致到说 课程的安排 课程的安排 当然有些人会比较早完成 比较慢完成的 我们就会一一个别来做一个教导 这样子 请问透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不但能够让长辈们互相交流学习 透过手作课程 也可以刺激活化长辈们的身心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